我是动力机械体小达人玛丽 人除了用自己的力量让机械产生动能 现在的科技更造就出各式各样会动的机械 让我们的生活交通产业发展上越来越便利 想一想你是不是对这些充满兴趣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知识呢 这些国中的科目也是你检视自己对动力机械群 有没有兴趣的依据哦 我的梦想是开一家自己的机车保养厂 让我的兴趣变成工作 陈卫练等四位台南高工学生研发车辆滑动预防系统 为行车安全尽一份心力 磁西化是动力机械群优秀学生之一 在高职与大学就读期间屡获夹击 是名副其实的得奖高手 动力机械群包含汽车科 重机科 飞机收护科等六个科别 学习范围主要是路上及空中的交通艺术机具 那我们这门课是汽车底盘试习 学生学习的重点在汽车底盘有关于传动系统 刹车系统 悬吊系统 我们的姿势原理以及相关的修复课程 具备这些的基本能力 那学生大概从事汽车底盘相关的行业 大概就OK的 我觉得在底盘修复的部分上 例如传动轴跟避震器 是一个很好的可以使用的课程 另外我觉得在气焊的部分上是很有趣 因为它可以把东西焊在车上 然后变成美丽的线条 所以让我觉得有很大的成就感 我们开设这门气油喷射引擎 是为了政府有关于逆能环保的需求 从前的化油器系统 它的喷油状况产生的空污率 非常的严重 那喷射系统的话 可以减少油耗 而且排出去的空气是非常的干净的 纯净的 因应它以后进入职场 那可以缩短它学习的经验 我觉得上飞机修复很帅 也学了很多东西 有机件保险 它是为了让飞机上的零件不会松脱 让飞机在飞行的时候更安全 学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有趣 希望之后能继续学下去 以后当个飞机维修技师 动力机械群涵盖的机械种类非常多 这也是需要很多人才投入的领域 透过各种实习课程 我们会学到不同动力机械制造的过程 与维修、保养的基本知识 这些都是将来职场上的必备技能哦 我的梦想是去F1 做一个顶尖的维修技师 必修的专业科目 从各种动力机械及基建了解 力学原理与知识到工法与制图等 都是所有学生必修的专业课程 电子概论与实习来讲是我们动力机械群的一个必修科目 学习的目的是因为目前的汽车产业趋势来讲 一直朝向动力混合车跟电动车 所以说学习这些电子概论与实习的一个重点来讲 可以帮助学生在未来升学的路上 还有跟产业的一个契合来讲的话 可以更容易去做接轨的动作 有时候老师会让我们分组竞赛 然后大家就会看谁做得比较快 然后如果你做得很快 然后又成功的话 你就会很有成就感 可是如果你失败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挫折 所以你会很尽力地想要把它做好 完成了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飞机修护技师 希望在毕业以后能考上一间有开正门科的科技大学 继续朝我的梦想前进 动力机械群它主要有汽车科 农机科还有飞修科等等的 像汽车 机车 农机科的部分包括农业机械的 举凡在田里里面的都是属于农业机械的部分 那飞修科的话当然就是跟飞机有关的这些维修 那我们动力机械群在在学期间高职生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学习它的基本的一个维修的能力 除了这个之外更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要学习到以后要进入职场的一些职业道德 跟你的职业态度 考取专业证照能增加我们的优势与专业度 只要努力练习想成为一名证照达人 不会只是梦想哦 我的梦想是当一位汽车科老师 因为我可以将我所学到的技术 传授给之后的学弟妹们 我们一般动力机械群的学生 绝大多数都是走科技大学和技术学院 但是最近几年比较不一样 那我所指的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因为教育部还有在推所谓的繁星计划 那现在就变成高职专也可以去考普通大学 就变成你可以在这些群组里面去选择你的兴趣 而不仅仅局限在车辆工程这方面 那我们就业的部分它的市场其实是非常的广的 海陆空上面会动的机器 这些都可以称作是动力机械 那动力机械我们汽车的话呢 你可以从事一些最基础的一些维修 创业部分你可以当一个机车行为一个老板 汽车部分你可以开保养厂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不想做一些维修的 那我们可以从事其他 比如说汽车美容 汽车销售 像高铁的话你也可以去做站台维护的人员 所以就业的一个市场是非常大的 毕业之后如果想在职场上做一个更精洁的人才 可以选择继续升学 就读动力机械 车辆工程 航空机械等科系 而跨领域科系选择上可以选择机械工程系等其他工程领域的科系就读 升学的方式也有非常多管道 像是同一入学测验 技职繁星计划 既有保送及真神入学 分发等 可以进入四季 二专 以及普通大学就读 你会发现学习的过程充满乐趣与挑战 试读动力机械群之后可以直接就业 成为一个拥有专业 受人尊敬的职人 我想成为维修达人 让车子保持最佳性能 那 你的梦想呢 欢迎加入动力机械局 与我一起实现梦想 可以进入视频 要用起来 een小时抱へ 请订阅神社交易ran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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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进一步 里面侧选择机械 就像源以来一步 那些腹壳船 你们侧选择机械